有人说买中大型SUV的消费者是最挑剔的 他们要求车要大 要豪华 要好开 还要配置高 所以一直以来 这一细分市场的领导车型都来自豪华品牌 但另一方面 中大型SUV往往是更亲民的合资品牌的旗舰车型 旗舰车型意味着品牌的硬实力和核心产品力 比如这辆福特探险者 40万的价格级别 究竟有怎样的产品力 我们今天就用来自豪华品牌的对手来衡量一下 是的 今天我们为这台全新的福特探险者找来的对手 就是2.0T的BMW X5 X-Drive 30i 屏幕前的理可能会觉得这两款车价格也很悬殊 实力也很悬殊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掐饭打到公屏上了 这场跨际对比就想告诉大家 在这样的条件下 这两款车给到大家的配置 给到大家的实际体验 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BMW X5其实这是一款非常传奇的车型 它号称开创了运动豪华SUV这一个细分市场 并且在这20多年以来 一直是这个市场的标志性的车型 而BMW X5的整体其实可以看到 是非常动感的一款车 引擎盖是整体呈现这么一个下探的趋势的 而且车身的包围也非常的夸张 还有BMW著名的双胜隔山 现在在车型上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 而且在这台2.0T版本的X5上 其实BMW也是提供了M套件的 可以看到整个它的下唇是非常的运动 还有侧面有这样蜂窝状的进气口隔山装饰 还有侧面的通风导口 都是展现了这台车运动的一个身份 再来看全新福特探险者 典型的美式审美的代表 其实探险者诞生于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 历史比欧系的豪华SUV还要更长一些 来到这一代其实已经发展到了第六代 每一代探险者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经典印象 包括出演了电影《猪二级公园》 包括在好莱坞电影以及现实生活中 都是美式警车拦截警车的代表车型 现在这台车的第一印象 我就用一个字来形容 酷 线条锋利 外观大气 再来看探险者外观上的一些细节设计 首先是引擎盖 有一个凹槽的设计 突出了力量感 大尺寸的六边形中网 福特现在的家族式的设计 有这样镀铬式的装饰 特别是轮毂 在这台薄金版的顶配车型上 这个20英寸杜鸽的轮毂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样式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有吸引力 整个这台车的腰线呢 其实是前低后高的 这也是硬派SUV的一个设计潮流 太阳者还采用了撞色的车顶 再加上C柱和D柱的线条 这一部分的灵感 其实是来源于游艇的 如果你真的要买一台太阳者 像这样的紫色或者是黑色 我是更推荐的 更能够带给你那种美式的豪华感 从尺寸上来说 探险者其实比X5还要大 我们专门把这两台车停在了一起 可以看到明显探险者是要更魁梧一些的 所以说它提供了三排座 六座或者七座的灵活的车类空间布局 而X5一直坚持自己的初衷 是一台五座版的中大型SUV 用这台全新的福特探险者和BMW X5 来做这个跨级对比呢 其实绝对不是我拍老在想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的前旋非常的短 因为它采用了一个纵质引擎的布局 这一点上和BMW X5是一致的 而在探险者的同级对手里面 没有其他任何一台车 采用了这样的车身布局 普特探险者开起来呢 依然有传统美系车的那种四平八稳的感觉 而且整个的底盘和对阵的调校是偏舒适性的 还是有那种像船一样软软的感觉 A柱是偏倾斜的 所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方的视野 坐姿也比较高 居高零下 以往我们总觉得美系的SUV应该和大排量以及游老虎这样的词对应起来 但是呢 其实现在整个游戏规则都已经变了 比如说BBA包括我们今天拿到的X5 其实都采用了2.0T四缸的这么一个入门车型 而这台福特的探险者呢 也是采用了2.3T的发动机 配上10AT的变速箱 这一套动力系统啊 可以说是福特的一个明星组合了 2.3T的发动机 获得过沃德10加发动机的称号 276瓦力 数据是相当的亮眼 而10AT的变速箱 基本上是你现在能够买到的量产车里面 档位数的一个天花板 探险者除了在这两天陪伴的 我其实在联初的时候 我也开这款车 去过川西的高原海拔3000米4000米的群山 国道318景色非常壮美 而这台车当时就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驾驶印象 第一是它的油耗 综合油耗 在国道在综合路面的驾驶 以及包括我们今天这种综合驾驶上 基本上一直稳定在10升左右 其实就打破了美系车 等于油老虎的这么一个固有的思维 第二点呢 就是太阳者的发动机一点都不挑食 它可以加速92号燃油 如果你喜欢自压油 喜欢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的话 这一点其实还挺重要的 静态的是我们提到的探前者的重置发动机的布局 带来的一个前后比较平衡的重量分配比 其实在驾驶当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这台车开起来还是非常轻盈的 没有这种普遍的5米长度 2米宽度的车开起来的那种笨重感 而这台车依然给我的是一台偏向运动化的SUV的这么一个感觉 在福特探前者上呢 还搭载了Copilot360自行辅助系统以及SYNC加的一个交互系统 首先来聊Copilot360自行辅助系统 开启的方式很简单 所有的快捷键都已经集成在了方向盘的左侧 像这样在快速路上开启ACC加LKA这样的组合之后 就能够帮助你减轻驾驶的负担 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智能的功能 就是能够识别交通标志牌 特别是限速的标志牌 这一套跟车系统 我的实际体验绝对在合资品牌里面是比较值得信赖 而且比较容易上手的 把一部分驾驶的任务交给Copilot360自行辅助系统之后 我能够更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它的SYNC加的交互系统 首先它和百度有一个深入的合作 所以说导航和地图选用了一个百度地图 能够保证更精确的一个路况 而且语音识别和语音指令响应也非常的迅速 我要去安亭皇冠驾驶酒店 这样的车机响应我觉得是绝对值得信赖和值得满意的 而且马上它就能够显示出整个路途当中有没有毒点 我们再来用方言试一下它的其他功能 对于这种模糊的关键词也是可以很顺利的理解的 你好福特 我要听五百的歌 2.0T的BMW X5 屏幕前的你可能觉得听上去差点意思 其实消费者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们找这台车真的是找得非常的艰辛 在整个市场的保有量上来讲 2.0T的X5比3.0T还是要稍微稀缺一些的 虽然说它的指导价比3.0T的车型要便宜了十几万 但是对于X5的消费群力来讲 可能他们认为这样的车六缸依然是最正义的 对于BMW执着的工程师来说 在这台车上最优先强调的依然是驾驶质感 所以它有着非常优秀的底盘和工程调教 这一点从它非常精准的转向以及油门响应 依然我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台BMW赋予我的这种人和车之间的交互 如果说我刚才对于探险者的驾驶屏 驾驶开起来完全不像一台庞然大5 而是开起来非常有那种四平八稳的感觉的话 这台BMW X5我的驾驶感受就是 它根本就不像一台SUV 赋予我的依然是那种接近于轿车 甚至于轿跑车的驾驶质感 换而言之其实这是开起来更爽的那一台车 可能正是因为它开起来让人迷恋 所以BMW也没有给到它特别高的辅助驾驶配置 在这台入门的X5上仅有定速巡航 其实在现在来看是比较落后的 这也是豪华品牌的一个通病 就是在科技配置以及辅助驾驶配置上来讲 远远不如一般的盒子品牌 还有新实力品牌来的慷慨 此寸上的优势也为福特探险者带来了一个空间上的优势 以及非常灵活多变的车内座椅的灵活布局 以我们这台顶配的薄金版车型为例 它就提供了一个三排六座的车内座椅布局 第二排是两个独立的座椅 我坐在这儿感觉其实不像坐在一台SUV里 更像是坐在一台商务的MPV里 整个独立的座椅非常的舒服 而且两边有非常宽大的手托 坐在这里就像坐在一台商务车里 非常的美式的一个氛围 从配置上来讲 探险者给到乘客的舒适性配置也是非常慷慨的 以第二排为例有独立的空调控制 有座椅的加热以及打孔的真皮座椅 然后在第三排同样的为乘客提供了杯架 以及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是完全能够满足六位乘客同时舒适的出行 两排四座的布局情况下 充裕的后备箱空间就不用再赘述了 即使是使用了第三排座椅 也能竖直的推入20寸的登机箱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后备箱空间表现 BMW即使是SUV 他们也强调这是一款驾驶者之车 坐在驾驶座里就能很清晰的感觉到他们的意图 因为整个中控的设计 所有的屏幕的角度 所有的中央通道的设计 其实都是为驾驶者服务的 在车内呢 X5的整体设计 还是强调的一个横向线条的设计 这是非常家族化的 比如这个悬浮式的屏幕 然后即使在入门版的车型上 X5也是提供的全数字的液晶仪表盘 在运动化配置上呢 这台车其实也很突出 有这样三幅的M的方向盘 然后座椅的包裹感也是非常棒的 还有独立的可以调节的腿托 这台车其实车里面 我觉得非常体现豪华感的 有两处亮点 第一是这个木纹的饰条 这种凹凸感 这种手感是非常棒的 第二就是这个水晶的挡霸 以往只会在顶配车型上提供给消费者的 其实宝马知道大家非常喜欢这个挡霸 现在即使是这台入门版2.0T的X5上 也有这一个水晶的内嵌有X字样的挡霸 真的这一块的设计 我觉得是非常体现这台车的豪华感 如果要论豪华感和设计感 这台太阳者和X5 其实依然是有一定差距的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完全的像实用性妥协的设计 可以看到整个的中控台 其实也是做了这种立体面的设计的 包括这个空腰脱口 其实非常有设计感 然后这个木纹的饰板 同样的摸上去 也有凹凸的手感 非常的真实 只是说中央通道的部分 相比于X5来讲就朴素了一些 其实从整个座舱的用料来讲 太阳者也是尽量的再去向X5看齐的 比如大块的这个中控台上的真皮的包裹 包括刚才提到木纹饰板 还有真皮的方向盘 以及方向盘上的这种木纹 都是很为这台车的豪华性加分的 如果基于这台车的价格来聊的话 探险者给到我的车内的整体氛围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越级的体验了 另外还有一点 其实是在这台探险者上 可以看到的硬件方面 实打实超越BMW X5 入门级车型的一个配置 就是它的音响和扬声器系统 它采用了一套14扬声器的B&O系统 而入门版的BMW X5 其实它的扬声器是没有任何贴牌的 当然宝马也提供了丰富的选装配置 加钱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可以选择哈曼卡顿或者是BMW 但对于福特来讲 这台40万级的探险者 就是它可以给到你的一个 很充分的豪华体验的巅峰 今天的跨界对比 带给大家的是全新的福特探险者 以及BMW的X5 其实我们得出的结论 不是说福特好好好 一定要买买买 BMW X5差点意思 其实这两款车在各自的细分市场 都是非常具有产品力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而且其实这两款车的消费群体 这两款车的产品之间 并不构成非常直接的竞争关系 其实福特探险者 它的配置 它的综合实力 绝对是超越像大众图王 或者是凯迪拉克XT6 这样的竞品车型的 在合资品牌的中大型SUV里面 绝对是一款天花板一样存在的车型 而且它和BMW X5 这样的豪华品牌车型 来一较高下 其实也并不处于下风 这两款车 其实无论是在配置 还是综合实力上 都是各有各的亮点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指导价 其实区别是比较大的 这可以理解为豪华品牌 产品的一个溢价 或者是说车标的一个价值 有的消费者选车 一定会先注重品牌 考虑车标 也有的消费者 会更注重性价比 更注重综合实力 其实这两款车 就是不同的思维下 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同答案 这就是这一期的Kiss or This 为大家带来了两款 比较跨级的产品 我是叶标青 感谢您关注C的自我修养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